很多敏感肌膚的朋友用了很多方法 來改善他們敏感狀況 包括使用正統的醫美項目 或者正確的敏感肌膚的產品 但情況都沒有改善 其實我跟很多醫療朋友聊過 發現他們很多時有一些護膚的誤區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誤區 第一個就是他們洗澡的時候會順便洗臉 其實洗澡的水溫用在臉上過高 容易將臉上的油脂膜洗去 而引起皮膚刺激 第二是很多敏感肌膚 早晚都會用潔面奶潔面 其實他們的皮膚只需要在晚上用潔面奶護膚 之後再用清水清洗已經可以了 第三有些敏感肌膚朋友雖然皮膚乾燥 但亦都會有黑頭出現 所以他們就會使用一些潔面的儀器 來盡量將黑頭洗去 就會引起皮膚刺激 第四就是他們太過勤力敷面膜 因為這些敏感肌膚皮膚會顯得比較乾燥 於是他們就會勤力敷面膜 希望能夠為肌膚補水 但他們很多時都會忽略了 這些敏感肌膚的皮膚屏障已經受損了 雖然他們很勤力去做補水 但是鎖不到水 因為我們的皮膚屏障已經破壞了 所以你不停敷面膜 只會增加皮膚的負擔 第五就是少去化妝和卸妝 如果我們日常用一些高度數的防曬 防水防油的防曬箱需要卸妝之外 敏感肌膚日常都會建議大家用一些溫和的防曬產品 包括一些天然的防曬日霜 或者一些礦物的防曬粉 這些都不需要特別去卸妝 而增加皮膚的負擔 敏感肌膚日常的保養 只需要比較精簡的護膚 做好保濕、抗發炎 修復就可以了 而其實很多敏感肌膚是自己做出來的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嘗試不同的護膚產品 當他們試了一個產品一段短時間之後 發覺沒有什麼效果 他們就會再轉另一種護膚產品 很多時候會不停地轉 這種做法會往往引起皮膚的過份負擔 從而促使敏感肌膚的形成 我想說一個事實給大家聽 就是當你有敏感肌膚情況出現的時候 通常我們皮膚需要三個月或以上的時間 才可以慢慢自己修復 如果情況嚴重 時間更加要耐捨 就算是天然產品 如果你打算用一個星期 就可以改善到你敏感肌膚 其實都是異常天開 我建議敏感肌膚盡量使用天然的護膚產品 包括純露和植物油 減少皮膚負擔 然後植物油的特性 去將我們的角質層慢慢修復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皮膚角質層修復好了 我們的肌膚的補水能力就會更加好 而不減少或完全將敏感肌膚改善過來 所以別相信一個護膚產品 一個星期就可以將你的皮膚完全改善 這個簡直是妙上天開